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英国最近发生的两件丑闻 这两件丑闻可以说媒体诸多的报道 然后对这两件丑闻都有不同的分析跟解读 那么这两件丑闻背后到底告诉我们什么真实的信息呢 今天我们不妨从007的角度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英国发生这两件丑闻背后到底让我们看见了什么 那么一件丑闻就是英国的卫生大臣汉考克 汉考克因为跟这个女下属热吻 这段影片曝光之后汉考克就被迫辞职了 那么另外一起就更加离奇 是英国国防部一份机密文件居然遗漏在一个公车站 那么这份文件被BBC公布之后 让大家看到原来英国前几天跟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发生的一次几乎的武装冲突 原来是英国国防部早就已经计划好的 那么这两件丑闻都有很多背后扑说迷离的一些因素 值得我们去解读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汉考克的丑闻发酵之后 汉考克辞职了 他辞职的原因是什么呢 说起来有点搞笑 并不是他的这个思德如何 他是说跟这个女下属的热吻 违反了英国的这个社交距离 所以呢 作为英国的这个卫生大臣 作为英国的防疫最高的官员 他居然在这个时候违反了英国的社交距离 那么所以呢 他就被迫辞职了 关于这个汉考克跟他的女下属热吻 他基本上的背景是这样的 这个所谓的女下属呢 原来是他在大学里面的一个同学 而汉考克担任了卫生大臣之后呢 就把这个同学招到了卫生部 当了一个普通的职员 那么让两个人啊 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接触 汉考克这次跟这个女下属热吻的影片曝光之后 现在大家在争论什么呢 有几个要点大家在争论的 第一个要点就是 这个影片到底是怎么拍摄的 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在网上被公布的 英国有一个安全专家 他说啊 这从这个摄像头的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是装在英国卫生部办公室的 某一个烟杆探测器当中 他说如果在英国政府大楼里边的烟杆探测器 这么容易被装上了这个摄像头的话 那么很可能以后装的就不是这个摄像机 而是炸弹 那么这个说起来危言耸定 这说明英国的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些办公场所 保安非常疏忽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我们要问这个汉考克这个丑闻是怎么暴露的 我们先要说到底拍摄地点在哪里 媒体的报当中啊 拍摄地点有很多说法 有些说是在电梯间 有些说是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 这段影片告诉我们他拍摄地点在哪里呢 我个人看了这段影片 我觉得拍摄的地点肯定是在一个房间里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大家有看这个影片的话 你会看汉考克在准备跟这个女下属热闻的时候 他首先是把房门打开 向外张望了一段时间 并且似乎还跟外面讲了一句话 我们知道如果汉考克是在室外的话 他不可能把门打开 跟室内的人讲话 然后把门关上在室外 跟这位女下属去热闻 他肯定是在室内 然后呢 他先打开门 故意装着跟外面人打招呼或者讲话 来看看外面的情况是否安全 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呢 就汉考克把门关上之后啊 他十分老练的用自己的身体顶住了门 所以万一这个时候有人推门进来 门是开不了的 汉考克就会有时间跟这个女下属分开 上外面张望了一下 然后把门关上用身体顶住门之后 汉考克就开始跟这个女下属热闻 并且汉考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对这个女下属上下其手 这就是现在公布的这个整个影片的片段 所以我们从这个影片来看 汉考克是在一个房间里边 跟这个女下属热闻 我说是房间里边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汉考克跟这个女下属热闻的右边呢 有一个我们通常所说的衣帽架 就是进门之后可以把大衣啊 把帽子啊挂在上面的 那么这个衣帽架上面挂了一些衣服 还挂一些杂物 好像以为我看是工地用的头盔 所以这个房间到底是不是汉考克的办公室呢 我认为很可能不是 是英国卫生部的某一间办公室 它未必是汉考克本人的办公室 因为汉考克本人的办公室 我很难想象 它的衣帽架上面挂了一个工地使用的安全帽 所以我们分析这段影片啊 第一我认为是在室内拍摄的 那么好了室内拍摄的 那么这个摄像头到底是安装在哪里呢 现在有很多媒体报道说啊 有人认为拍摄这段影片啊 是用一个长距离的镜头所拍摄的 有些人说看到这个影片在拍摄的时候啊 有晃动我反复看了 我没有觉得这个摄像机是可以晃动的 首先如果是一个长距离拍摄的话 我们应该看到焦距的变化 比如说可以一个特写 或者拉一个全景 但是呢这个镜头基本上是固定的 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长镜头所拍摄的 那么再有呢 我们可以从拍摄的角度 这个拍摄角度啊 是在上方 就很像之前我们说有种意见 说是中间烟感器里边装的隐蔽摄像头拍摄的 因为如果一般长焦拍摄的话 会在一个比较平行的角度 而不会在它的头上方 再有一点呢 如果是用长焦镜头拍的话 它的像素应该非常高 现在我们看到公布这段影片啊 整个像素比较低 整个影片是比较模糊 但是你可以看清楚 影片当中的人物肯定就是汉考克 那么如果是这个镜头是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拍摄的话 那么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呢 这个房间可能汉考克本人并不熟悉 这个房间本身就装有一个 出于某种安全角度考虑所装的一个摄像头 那么另外呢 就是有可能真是装在一个隐蔽的地方 那么汉考克现在因为这次丑闻而辞职了 汉考克的辞职重不重要呢 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在这个西方民主国家 作为内阁大臣或者内阁某个部门的负责人 他的位置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人离开了这个政府之后啊 并不会给这一届政府带来很大的影响 并且汉考克作为英国的卫生大臣 在现在英国在举国抗议的时候 他的位置是重要的 但是平时啊 这个位置在内阁当中并不重要 所以现在有媒体分析说 这个汉考克到底为什么这段影片被曝光呢 在英国某些人认为啊 这可能跟中国有关 为什么跟中国有关呢 我们知道中国生产的这个海康威视 这个摄像头可以说 遍布全中国 也遍布世界上很多地方 过去很多国家都有使用这个海康威视 这种摄像头 那么之前呢 英国或者欧洲一些国家 就质疑这个海康威视摄像头 给国安带来的影响 就是如果你装了这个海康威视的摄像头的话 很可能会把所拍的一些影像啊 传回中国大陆 那么所以在英国有人质疑说 这次这个汉考克被拍下这段影片 是不是就是因为在某个地方 装了中国所生产的相关的设备 所以呢被曝光了 我觉得这种说法 有点危言耸听 为什么呢 作为中国如果真是想搞英国政府情报的话 他的目标不会针对汉考克这样的人 如果有这样的本事的话 恐怕针对的目标 应该是英国的外交部啊 国防部啊 或者是军情五处啊 军情六处啊 这些重要的部门 所以从国家安全 国家机密角度来说 卫生大臣汉考克 并不是一个最敏感的位置 那么这次到底是谁在上面 装了这个摄像头来拍摄汉考克呢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某一些人 某些机构 或者某些国家的情报部门 想窥探英国政府的一些机密 但是我刚讲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用这样的摄像头啊 很难得到政府一些什么机密 比如说有一些机构吧 想看看英国卫生部 有什么内部的运作 让他们掌握着内部运作 可以让他们获得利益 用这样的摄像头啊 只能拍摄一些影像 它当中并没有声音 也很难把一些机密文件 用这个清晰的像素来放大 让他知道这个机密 所以这种窥探机密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呢 就是这个摄像头就是为了汉考克而装的 那么或许有人早就发现了汉考克 跟这位女下属有眉来眼去 有不轨的行为 而这个人正好想对汉考克 进行某种原因的报复 或者是要把他赶下台 把汉考克赶下台这种动机啊 我觉得是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卫生部 我们刚讲了 他并不是政府当中最敏感 最有机密价值的一个部门 但是呢 英国卫生部在这个阶段呢 应该掌握了大量的资源 因为英国正在举国抗议 现在英国的疫情 虽然因为注射疫苗已经大大好转了 但是因为Delta病毒新的出现 令到英国的疫情啊 又出现了危机 所以英国现在的抗议措施 还是比较严格 在严格抗议措施之下 英国的卫生部 肯定掌握了平时更大的资源 而汉考克 这个时候担任英国卫生部的大臣 他手上掌握的资源 可能是令到某些人眼红的 无论是权力也好 还是在资源分配过程当中的利益也好 汉考克的所作所为啊 肯定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如果把汉考克给赶下台的话 那么这可能符合某些人的利益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个摄像头啊 很可能就是为汉考克而安装的 目的就是要把它赶下这个 内阁大臣这个位置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有人跟汉考克争锋吃醋 所以为了打击汉考克 装了这个摄像头 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因为我们刚讲了 汉考克这位所谓传说中的女朋友 是他大学时候同学 两个人应该在大学时候啊 就有感情 所以汉考克当了这个 英国的卫生大臣之后 还特地把大学的这个同学 安排进英国的卫生部 我想为的就是两个人接触方便 所以汉考克这次这个影片曝光啊 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涉及到 什么国家安全的问题 也不涉及到中国的海康卫视 相关的设备问题 很可能就是因为个人恩怨所引发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跟大家看看另外一起 更加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丑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最近发生在英国的两件丑闻 第一件我们讲了 这个英国的卫生大战汉考克 因为跟女下属在某一个地方 两个人拥抱热吻 这段视频曝光之后 汉考克被迫辞职了 汉考克这段视频 为什么被拍摄 为什么会曝光 那么现在有很多争议 有人说是跟英国的国家安全相关 甚至有些英国的安全专家说 如果能够在英国的政府大楼里边 随意安装一个摄像头的话 那么下次可能安装是炸弹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危言耸听 首先这个现在 以现在的技术 安装一个隐蔽的摄像头太过容易了 这比安装一个炸弹的技术难度要低得多 最起码你炸弹要混进英国政府的大楼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你带一个隐蔽的摄像头 我想混进英国政府的大楼 我想这非常简单 再有拍摄汉考克这段视频 我想是针对汉考克本人而来的 因为汉考克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 跟女下属拥抱热吻 恐怕也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他经常在这地方跟女下属拥抱 可能被某些人发现了 所以某些人知道 在这个地方装摄像头的话 一定会拍下汉考克的某些丑闻 那么所以把汉考克赶下台 很可能是这是拍摄汉考克丑闻的动机 所以这个事情跟英国的国家安全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英国的另外一件丑闻 就跟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局势 会有密切的关系了 这个丑闻是英国国防部一份机密文件 居然在一个公交车站被发现了 这个机密文件里面就描述了 英国最近跟俄罗斯在黑海 发生冲突的背后的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要讲清楚这个丑闻 我们现在说最近英国跟俄罗斯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话说在6月23号 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驱逐舰叫保卫者号 在黑海航行的时候 受到了俄罗斯军方的二十几架飞机 以及两艘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的跟踪 我们知道黑海的地理环境 跟这个国际外交局势十分复杂 我们现在说黑海周边有什么国家 我们就可以知道黑海是个多么敏感的地方 黑海的周边有乌克兰 有俄罗斯 有格鲁基 有土耳其 有保加利亚 包括还有罗马尼亚等等这些国家 那么在现在国际外交格局的争端当中 俄罗斯跟乌克兰肯定是一对矛盾 而土耳其也深深卷入了中东地区 包括周边国家的一些外交矛盾当中 那么英国的军舰保卫者号在黑海航行 本身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 而英国军舰航行的地方 恰恰在黑海海域最敏感的地方 就是克里米亚半岛 我们知道克里米亚半岛 现在是俄罗斯跟乌克兰有争议的地方 俄罗斯因为克里米亚半岛问题 不但跟美国 包括跟欧盟跟北约都有很大的矛盾 那么英国军舰在克里米亚半岛对开海域航行 可以说这是一个黑海当中最敏感的地方 英国的驱逐舰保卫者号 在俄罗斯的飞机跟海岸警卫队的舰船的监视之下 在黑海航行 当他们航行到离克里米亚半岛12海里的区域的时候 俄罗斯开始发飙了 俄罗斯的海岸警卫队的舰船 向英国发射了实弹警告 而俄罗斯的飞机 在保卫者号航行的路线前方 投下了很多炸弹 所以事后俄罗斯告诉全世界的媒体说 俄罗斯鉴于英国的军舰 对俄罗斯的领海发生了侵入领海这样的行为 所以俄罗斯用实弹驱离了英国的军舰 并且俄罗斯的飞机投下了实体炸弹 来对英国这艘驱逐舰实行了警告 那么这就是整个事件的过程 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呢 我们知道在国际一些有争议的海域 经常会发生一些小规模的冲突 比如说美国跟伊朗就曾经在霍尔木之海峡发生冲突 当时几十个美军还被伊朗的海岸警卫都给俘虏了 那么这是为什么说俄罗斯的飞机跟舰船 驱逐了英国的驱逐舰保卫者号 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呢 这是在二战之后 俄罗斯第一次对英国或者说对北约相关国家的军舰 实施了实弹的驱离 我们知道实弹驱离跟一般的发信号警告 可以说有本质上的区别 因为实弹驱离过程当中 很可能因为操作的失误 导致实弹直接攻击到对方的军舰 造成对方的人命跟财产的伤亡 这是有可能成为引起全面战争的导火索 英国跟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在历史上的外交关系十分复杂 在一战二战的时候 英国跟俄罗斯曾经是盟友 又后来变成敌人 又从敌人变成了盟友 二战的时候 比如说英国跟俄罗斯 肯定是同盟国当中的盟友 但是二战结束之后 因为丘吉尔首相发表了一个铁幕演说 所以英国首相丘吉尔 首先吹响了冷战的号角 英国跟俄罗斯又变成了一个敌对的国家 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的复杂 英国跟俄罗斯之间有如何的矛盾 但是从来俄罗斯 没有向英国的任何军事目标发射过实弹 那么这个发射实弹的严重性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英国是北约成员国 并且英国是北约一个十分重要的成员国 根据北约相关的条约 如果北约成员国当中的一个国家 受到了武装攻击的话 那么等同于所有北约成员国 受到了武装攻击 所有的北约成员国 要跟受攻击的成员国 一起对敌方展开作战 换句话来说 今天俄罗斯向英国发射了实弹 如果造成了英国人命 或者财产伤亡的话 如果英国跟俄罗斯宣战的话 那么就等同于整个北约成员国 都要卷入这个武装冲突 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俄罗斯这次是最大限度的 接近了北约的红线 那么当然 这次向英国发射实弹 算不算是直接发生武装冲突呢 英国有英国的说法 俄罗斯向全世界的媒体说 我们向英国的军舰发射了实弹 把他们驱赶出俄罗斯的领海 英国说没有啊 我没有听见有任何枪声 也没有发现俄罗斯的飞机投下炸弹 这在这个黑海冲突事件当中 就成了一个罗生门 到底俄罗斯的这个海岸警卫队的军舰 有没有对英国的驱逐舰发射实弹呢 到底俄罗斯的飞机 有没有在英国军舰航行的这个方向 在在前方投下炸弹 警告英国的驱逐舰呢 俄罗斯说有 英国说没有 所以这就成了一个罗生门 而更加奇怪的是 在这次黑海冲突当中 英国的军舰上居然带了两家媒体 一家是英国的BBC电视台 另外一家是每日邮报 那么在英国军舰航行黑海过程当中 为什么特地带上两家媒体呢 这个秘密啊 等一下我们再说 我们先来看看 这是俄罗斯 为什么对英国的驱逐舰保卫者号 在克里米亚对开海域航行反应这么大 其实啊 说穿了就是克里米亚这个主权的问题 克里米亚事件的来源 我想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 多次跟大家讲了 克里米亚是个半岛 它跟乌克兰的领土啊 是有陆地的接壤的 但是呢 它跟俄罗斯的陆地是没有接壤的 过去克里米亚半岛曾经是苏联当中 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啊 它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后来呢 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一员 乌克兰跟着克里米亚半岛啊 又有这个陆地上的接壤 于是乌克兰作为苏联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 他就向苏联提出来 能不能把克里米亚半岛啊 划到这个乌克兰加盟共和国 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为了体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团结 所以呢 就同意把克里米亚半岛划给了乌克兰 这里我们特别要说的是啊 在这个历史上 乌克兰跟俄罗斯是 曾经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发生过战争的 但是大家都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一员 所以在这点上呢 赫鲁晓夫就不计较 就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划给了这个乌克兰 但是当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又觉得当初这是我的领土 现在划了给你 俄罗斯总想把这个领土拿回来 这就是克里米亚半岛这个问题的来源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俄罗斯通过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罗斯人 发动了军事政变 发动了这个所谓的全民公投 令到现在克里米亚半岛实质被俄罗斯控制 但是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控制之后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 都不承认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仍然认为克里米亚半岛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克里米亚半岛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且不说大家还记得历史上有一个亚尔塔协定 就是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 中英美三个国家的巨头在亚尔塔开了个会 这个亚尔塔协定还涉及到今天 台湾在国际上的法定地位问题 这个亚尔塔就在克里米亚半岛上面 那么这是为什么因为克里米亚半岛领海问题 俄罗斯要对英国军舰下狠手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在英国发生的两起丑闻 那么现在我们讲的 这是英国国防部机密文件 被遗留在公交车站上的丑闻 这个机密文件被遗漏 文件曝光之后 让我们了解到 英国跟俄罗斯在黑海发生冲突 整个事件背后的真相 那么上节我们讲了 英国的军舰驱逐舰保卫者号 在黑海航行的时候 被俄罗斯实弹攻击 俄罗斯为什么要实弹攻击英国的军舰呢 说穿了是因为克里米亚半岛问题 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在这个时候 就克里米亚半岛问题反应这么大呢 这跟拜登总统访问欧洲有密切的关系 之前我讲过了 拜登跟普京见面 我相信拜登的口袋里边一定装了礼物 而这个礼物就是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 美国可能会默认俄罗斯占有克里米亚半岛 因为拜登向普京送的礼物 要有足够的分量 才能争取在美国跟中国的竞争当中 俄罗斯不选边站 最起码不要站在中国的一边 那么所以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 我认为这是拜登跟普京两个人 在秘密会谈当中是有默契的 为什么有默契呢 我们从乌克兰的态度 跟这个俄罗斯的态度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的态度 在俄罗斯看来 我刚刚跟美国总统普京 就克里米亚半岛问题达成了默契 你英国的军舰这么快就跑到黑海来 并且还进入了克里米亚半岛的 这个12海里之内 很明显这些种公开的挑衅 因为在俄罗斯看来 克里米亚半岛领土是我的 所以克里米亚半岛对开的12海里 就是我的领海 英国的驱逐舰进入这个领海 就是侵犯了我的领海主权 而在英国人看来 英国国防部社会解释 他说我们并没有进入俄罗斯的领海 而这是乌克兰的领海 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 就有一个认识的落差 俄罗斯就向英国的军舰开炮了 那么作为俄罗斯的军舰飞机 向英国实弹攻击这么严重的事情 国际社会反应怎么样呢 因为我们讲了 如果英国作为北约成员国 他受到武装攻击的话 其他成员国对此是应该有强烈的反应的 但是我们看到 这是北约成员国居然都没有讲太硬的话 包括欧盟也没有吭声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就印证了拜登跟普京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就克里米亚半岛问题 确实达成了默契 就是美国不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 再做任何文章 再挑起新的矛盾 那么北约跟欧盟也是这样 但是英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在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挑衅俄罗斯呢 因为英国跟俄罗斯有一层特殊的关系 就是俄罗斯曾经在英国的领土上 堵死了一个俄罗斯的前特工 所以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耿耿于怀的 而在俄罗斯看来 拜登前脚走 你的盟友就来挑衅我 很明显 拜登你是不是说话不算数 因为俄罗斯人也知道 拜登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总统 拜登经常会改变自己的一些说法 而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也可以从乌克兰的态度上看到 美俄之间的这个峰会 确实可能就克里米亚半岛问题达成了默契 因为乌克兰对美俄总统见面十分愤怒 这就导致了拜登在访问欧洲之前 首先要向乌克兰总统发出了7月份 去访问白宫的邀请 但是访问白宫这个邀请 能不能平息乌克兰的愤怒呢 很明显并没有平息乌克兰的愤怒 在乌克兰看来 我一直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我一直想加入欧盟加入北约 但是欧盟跟北约 就是对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 迟迟不作答复 在拜登跟这个乌克兰总统通电话 邀请他访问白宫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事后对媒体说 他说拜登答应我了 提供一个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个计划路线图 但是呢这个话一出口 拜登马上否认说 我们没有答应他要加入北约 那么为什么美国不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呢 在美国的角度来说 他说乌克兰这个政府还存在着很多贪腐 所以呢我们等到乌克兰政府 把内部的贪腐消除了 符合北约跟欧盟的条件了 我们才会允许他加入这两个组织 但是乌克兰总统看来 这太令人愤怒了 什么乌克兰的这个贪腐问题没有解决 贪腐的问题不就是 你拜登总统的儿子参与其中 乌克兰的贪腐才会这么严重吗 你为了掩饰你儿子贪腐的问题 还把我们乌克兰总检察长萧金给炒掉了 不炒的话 你们对乌克兰的援助就是不发 那么乌克兰的贪腐跟美国有关系吗 当然有 那么为什么反过来 你拜登要用这个贪腐问题 成为阻挠我们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一个因素呢 其实乌克兰加不加入北约 关键在俄罗斯 俄罗斯之间画下红线 如果乌克兰敢加入北约的话 那么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外交关系 跟北约的外交关系 跟欧盟的外交关系将会全面恶化 所以欧盟国家 北约国家也不想在这个时候 真是跟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 而这次拜登在跟普京见面之后 拜登说 我跟普京确认过眼神 什么叫确认过眼神 就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而普京也说 我在跟拜登会谈当中所看见的拜登 跟外面媒体所描述的拜登 完全是两回事 说明拜登跟普京两个人 确实达成了很多共识 而乌克兰高度怀疑 这个共识就是克里米亚半岛问题 我觉得乌克兰总统的怀疑 是有根据的 因为美国不向俄罗斯做出足够让步的话 美国的 于是乌克兰总统的愤怒 马上就化成了行动 什么行动呢 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另外一条新闻 在联合国 有47个国家就中国新疆人权问题 发表了一个联署声明 谴责中国的新疆人权问题 但是在这个声明发出之后 乌克兰高调宣布 撤回在这个声明当中的联署 这就是乌克兰对拜登跟普京 这峰会所做出的反应 既然你们两个达成了损害乌克兰的默契 那么我就在国际战略上以你为敌 我们说所有的交易都是有代价的 包括国际外交 国际政治交易也是有代价的 拜登跟普京这次见面 就某些问题达成了默契 乌克兰马上也做出了反应 这就是拜登外交在这次付出的代价 而英国这次驱逐舰在这个黑海的航行 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也是对美国俄罗斯政策的一种不满 但是英国跟俄罗斯发生冲突之后 英国人说俄罗斯的军舰跟飞机并没有投射实弹 我们没有听到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 也说关于俄罗斯军舰和飞机向英国投放实弹 这是假新闻 当然科比这个说法被俄罗斯的外交部批评 说美国根本就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到底在这次黑海冲突当中 英国的军舰有没有受到俄罗斯的实弹攻击呢 而这次冲突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是因为英国挑衅在先 还是俄罗斯本身就对英国这种挑衅行为有所作为呢 这次在这个公交车站上所发现的国防部的机密文件 就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在公交车站发生的机密文件呢 是属于国防部的一个机密文件 而这份文件呢 最后被这个一个所谓的路人捡到之后 并没有交给警察 也没有交给国防部 他交给了英国的电视台BBC 之前我们讲过了 当英国军舰在黑海跟俄罗斯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 军舰上正好有BBC跟这个美日邮报的记者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这个国防部的文件解密 原来这是英国的驱逐舰在黑海的航行 跟俄罗斯发生冲突 是由英国国防部一手导演的 根据文件的解密 英国国防部在准备策划 这次所谓的黑海航行之前 提出了很多方案 这个方案有三种 一种呢 是在比较安全的这个航线上航行 就是不会引起俄罗斯的敏感 另外一种呢 就是在一个模糊地带的航线 这航行有可能引起俄罗斯的反应 也有可能不会引起什么外交风波 那么另外一个比较敏感的航线呢 英国的国防部已经预计了 俄罗斯肯定会做出激烈的反应 好了 如果俄罗斯做出激烈反应的话 那么会有什么反应呢 英国国防部啊 对这个俄罗斯的反应 做出了三种预测 一种预测呢 就是俄罗斯可能是安全专业的反应 另外一种预测呢 可能是不怎么安全的反应 那么第三种呢 就是既不安全也不专业的反应 但是呢 英国国防部最终做出了一个选择 就是在一个最敏感 最容易引起俄罗斯激烈反应的航线上去航行 那么很明显 英国这是在黑海的航行 一开始的战略目的 就是要挑起俄罗斯人的激烈反应 英国人的目的达到了 那么英国人对俄罗斯的激烈反应 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呢 还是有的 首先这个保卫者号驱逐舰啊 对相关跟俄罗斯一旦发生军事冲突 所应该配备的军火 做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让这个戏演的更好呢 英国的军舰还带上了BBC的记者 跟每日邮报的记者 这就是为什么说 在这个军舰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么巧 军舰上有BBC的记者 跟每日邮报的记者 因为这是英国国防部故意策划的 一旦发生武装冲突 可以让本国的记者 在第一线报道 这个武装冲突的起因 以及这个武装冲突过程当中 英国军舰的表现 因为英国国防部啊 十分担心给国际社会造成的一种印象 就是当俄罗斯人强硬的时候 英国军舰就逃跑了 毕竟你在人家的这个领海 在人家的这个地盘上 你一艘驱逐舰 就想挑战整个俄罗斯的海军力量 那么这种挑战啊 肯定是力量不对等的 所以英国的军方 也做出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啊 这次在这个公交车站上发现的 英国国防部的机密文件 就告诉了我们整个黑海冲突事件的幕后 其实是英国国防部策划的 那么这是英国国防部机密文件泄露事件 真是有某一个初心大意的官员 把它遗留在公交车站上吗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英国国防部的机密文件 被这个路人捡到这个丑闻 那么在这个机密文件泄露案当中啊 我们看到英国国防部的机密文件 可以说把这个整个英国海军跟俄罗斯 在这个黑海上冲突 整个事件啊清晰的暴露给大家 这个事件啊 原来是英国国防部一手策划的 英国国防部策划这个事件 说穿了就是为了挑衅俄罗斯 在这个俄罗斯认为的海域 跟俄罗斯正面发生冲突 英国军方为了让这个冲突能够实现啊 专门选择了一条最容易跟俄罗斯 发生冲突的这条航线 英国军方为什么要刻意跟俄罗斯 发生这种冲突呢 我觉得这是英国除了向俄罗斯表达不满之外啊 也向美国总统拜登表达不满 因为英国跟俄罗斯本来就有外交矛盾 俄罗斯在英国领土上 堵死了一个俄罗斯的前特工 而美国总统拜登呢 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之后呢 两个人都说谈的不错 达成了很多默契 这在英国看来啊 可以说是五味杂陈 英国跟美国自然是盟友 但是美国跟英国这个敌人 现在走得这么近呢 英国觉得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啊 做一些文章 这就是英国为什么要挑衅俄罗斯的原因 而为了真正能够挑衅成俄罗斯啊 从这个国防部机密文件公布的内容看 英国国防部做了精心的策划 并且还带上了记者 而我们关注的是 这次英国国防部刻意策划的一场冲突 为什么这个机密文件会曝光呢 我们说曝光的过程啊 也很奇怪 这个曝光文件的渠道是BBC电视台 之前我们讲过了 其实在冲突当中啊 BBC电视台也有记者在军舰上 这也是英国军方刻意安排的 BBC的说法是有一个英国的路人 在一个公交车站 捡到了一份国防部的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上面标明了机密 所以呢 这个路人觉得非常重要 就把它交给了BBC 大家觉得这个故事里面 是不是有非常大的漏洞 作为一个英国人 在公交车站上捡到一份国防部的机密文件 这份机密文件 十分详细的描述了黑海冲突事件的来龙去脉 连这次行动的代号是什么 策略是什么 都有 这样机密的文件 是不是第一反应应该交给警察 或者交给国防部 或者交给军情六处 军情五处 但是这个捡到机密文件的人 恰恰就把它交给了BBC 那么再有一点 就是机密文件 怎么会遗落在一个公交车站上 它会是一个国防部的高级官员遗漏的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小之又小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说 这份文件是高度机密的 接触它的都是英国国防部 有一定层级的官员 那么这种官员 当他携带机密文件外出的时候 他会坐公交车吗 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是零 因为这种机密文件 首先第一点 它是不应该被带出国防部的 当然有种特殊情况 比如说国防部有高级官员 想携带这份文件 到这个白金汉宫 或者到这个首相府 去跟首相做某些汇报的时候 这份文件他会带在身上 而这种公务活动 国防部的高级官员 肯定是有这个专用的车辆 接载他到首相府 或者到白金汉宫 肯定不会坐公交车 到白金汉宫 或者到唐靖街10号 所以说这份机密文件 是因为国防部的官员 要坐公交车到某一个地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粗心大意 把它遗漏在公交车站 这种可能性几乎是零 那么既然国防部的官员 不可能把这样一份 机密等级这么高的文件 遗留在一个公共场所 那么到底这份文件 是怎么样落在公交车站的呢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事件的第一个疑点是 捡到机密文件的人 为什么要把它交给BBC 我们知道英国的媒体也好 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好 最喜欢揭露政府的一些秘密 而这个人把这个机密文件 交给媒体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判定 他的目的就是让媒体 来揭发这个事件 而揭发这个事件 对谁最有好处呢 我们在讲一个 扑术黎迷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要判断 他背后操纵者是谁 首先我们要问 谁是最大的利益得到者 我们就很容易找到 他操纵者了 而在这个机密文件 泄露过程当中 很明显得到最大利益的是俄罗斯 因为这个机密文件 证明了这次事件 是英国政府故意挑衅的 并且在这个挑衅过程当中 英国政府不但不顾 这个军舰上海军士兵的生命安全 连这个记者也要带上去 要把媒体卷进 这次冲突当中 好让媒体在冲突当中 为英国讲话 这就是整个国防部 在这个事件上的策略 而这个策略 被这份机密文件曝光之后 得到利益的肯定是俄罗斯 因为这在英国政府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丑闻 那么既然对英国政府是丑闻 那么得到利益最大的就是俄罗斯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件事情是俄罗斯一次成功的间谍战 首先这份文件被俄罗斯的间谍得到了 得到之后 俄罗斯的间谍用某种方式 引诱BBC把它给曝光出来 BBC是最喜欢曝光英国政府的机密的 至于这份文件 是不是一路在公交车站 我刚才已经做了判断了 肯定不是 那么这份文件到底是谁交给BBC的 如果这个人真实存在的话 恐怕这个人 现在已经在军情六处的审讯室里边 所以说我个人判断 这个所谓捡到文件 然后把文件交给BBC的人 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那么可能有人会问 BBC怎么样面对警察的提问 很简单 BBC会告诉警察说 那个人捡到文件送到BBC 他放下就走了 我们也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 我们也没有记录他的影像 反正有一个人把文件交到这里来了 那么到底是谁把这个文件送到BBC的 如果这是一个俄罗斯成功间谍战的话 我想俄罗斯的情报部门 肯定有他们的渠道 能让这份文件落在BBC的手上 因为俄罗斯人很知道BBC是最愿意揭发政府的丑闻的 而BBC得到这份文件之后 恍然大悟 原来黑海冲突是你政府策划的 还把我们媒体搭了进去 BBC以这种愤怒的心情 他当然会把这个机密文件公之于众 那么如果我们从007的角度 判断了这份机密文件 其实是英国跟俄罗斯之间的一场间谍战的话 那么这次事件对国际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说这个事情肯定不会引起北约跟俄罗斯直接的武装冲突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平息下去了 但是这个事情对未来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这是在黑海 俄罗斯的海岸警卫队的舰艇跟他们的军用飞机 已经对英国的军舰发射了实弹警告 未来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出现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 并且出现的地点就是在台湾海峡 我们知道今天美国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围堵政策 而英国也在美国的盟国当中 英国也好 德国也好 法国也好 都在派军舰到南海地区 英国 法国 德国的军舰能够到南海地区 就有可能跟美国军舰一样穿越台湾海峡 前不久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 故意越过了台湾海峡的中线 就更不要说美国的飞机多次已经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接近了中国的陆地 那么未来我想不但是美国可能英国 德国 法国的军舰都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那么最有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是英国 未来英国的军舰如果真是穿越台湾海峡 并且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话 那么这次事件是不是给中国立下了一个案例 立下一个榜样 如果英国的军舰敢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 越过中线 中国的军队是不是也可以用实弹对英国发出警告呢 这次英国告诉中国说他对俄罗斯的实战攻击采取了否认的态度 那么下次中国会不会也对英国采取这样策略呢 我想这是有可能影响到未来亚太安全局势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我们说英国政府这两件丑闻 我们更加应该关注是后面这个丑闻 它的内幕以及它未来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